还记得小调歌后蔡幸娟吗 14岁就出道的她 当年以甜美嘹亮的嗓音征服听众 更因此有小邓丽君 中国娃娃 东方云雀等封号 还曾入围两次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 然而近几年 她在荧光幕前销声匿迹 据悉 如今55岁的她 非常享受和15岁女儿的相处时光 闲暇时则会就三五好友聊天相聚 生活相当惬意 虽然蔡幸娟淡出演艺圈多年 但从脸书仍可看到她的近况 只见她除了和三五好友相聚旅游之外 大多数的时间都拿来陪在女儿身上 过年期间母女也返乡台南 与妈妈和妹妹亲友们一起团圆 蔡幸娟更趁此机会带女儿绕到南投游玩 从照片中 可以看到55岁的蔡幸娟保养相当得宜 气质依旧优雅 岁月仿佛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而她一身休闲打扮和一旁的女儿同框 其中 女儿顶着波浪大卷发 15岁的她长相相当甜美 母女站在一起 犹如姐妹般 好感情也让众人称献 如果说邓丽君的嗓音是被天使吻过的 那么蔡幸娟的嗓音就是被邓丽君相魂附体过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蔡幸娟的成名史 与她苦涩的童年经历息息相关 1966年的台南 一户音乐世家喜天千金 她就是蔡幸娟 受父母的影响 蔡幸娟从小就精通乐理 也因此练就了一副天籁之音的好嗓子 不幸中的万幸 父亲只教会了女儿怎么唱歌 但是没教会她怎么打牌 因为父亲的嗜毒如命 蔡家债台高筑 为了躲避债主讨债 蔡家经常搬家 成为一种常态 童年时期的蔡幸娟 跟着爸爸一起 过着一种躲猫猫的生活 因为童年时局无定所的经历 蔡幸娟从小到大 一直极度缺乏安全感 别人家的孩子想的是成名要趁早 蔡家的孩子想的是赚钱要趁早 于是蔡幸娟六岁那年就登上了舞台 虽然作为刚刚出道的小童心 她赚的钱并不多 但是赚个盒饭钱还是有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 宝建峰从魔力出 1975年 一首王昭君在台南七线歌唱大赛上 横空出世 惊艳全场 演唱者正是年仅9岁的蔡幸娟 机会都是给有实力的人准备的 5年后 蔡幸娟的好声音被台湾音乐者黄仁清看中 将其招揽至新生唱片公司做歌手 于是 14岁的蔡幸娟就拥有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东方云雀蔡幸娟 当时很多人都抱着好奇心去买这张专辑 一个14岁的女孩子 凭什么口气那么大 将自己的声音比喻成云雀之音 结果可想而知 凭借这张专辑中的《夏之旅》 蔡幸娟一炮而红 丽娅当时凭借就是溜溜的她走红的凤飞飞 霸占综艺100金曲榜冠军长达半年之久 当年 天津文艺广播曾经这样描述她的声音 甜美清新的歌喉与她的外形相得益彰 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如同空谷幽兰一般难得 正因为向游新生 凭借歌声打开新图的蔡幸娟 也获得了影视圈向她投来的邀请函 1982年 16岁的蔡幸娟出演了自己的大荧幕处女作《蓝女合班》 并且为影片主题曲《我们曾在一起》一盏歌喉 在此之后 台湾影视圈里的金曲主题歌 几乎全部由蔡幸娟包揽怀中 8090年代的台湾影视金曲榜 蔡幸娟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如果说1983年的《星星之我星》 让她红遍两岸三地 那么之后的《问情》则成为她的丰厚之作 90年代 琼瑶带着她的《梅花三弄》 纵横内地影视圈的时候 对蔡幸娟的歌声也是赞赏有加的 因此才把《水云间》中的《我心已许》 拜托她来演绎 蔡幸娟事业巅峰期 总共出了30多张专辑 每一张的销量都让业内叹为观止 1995年 邓力军不幸离世 为了向这位歌坛天后致敬 蔡幸娟也参加了追悼晚会 并且演唱了邓力军的经典歌曲 凭借几乎还原原唱的嗓音 蔡幸娟也被媒体评价为小邓力军 然而 再美的嗓音也换不来情场上的一帆风顺 上天赐给了蔡幸娟名和力 却让她用情路坎坷来交换 蔡幸娟凭借一己之力 帮爸爸还清了赌债之后 她开始考虑嫁夫生子这件大事了 因为童年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所以蔡幸娟对于安全感的理解 就是嫁一个有钱的老公 为了给自己的下一代找一个有钱的爸爸 保证孩子未来的衣食无忧 蔡幸娟选择了一个做服装生意的男人 两个人谈了一段时间恋爱 不知道对方是否有娱乐圈的女人 都不靠谱的想法 总之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 这个男人却转身娶了别人 正当蔡幸娟因为失恋备受打击之时 她的真命天子却悄然出现了 某一次蔡幸娟受邀来内地演出 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台湾综艺节目制作人谢孔中 由于蔡幸娟对内地并不熟悉 露斥的她 因为买不到安徽到长沙的机票犯难之计 谢孔中帮她解决了这个小麻烦 彼此眼神相对之时 暧昧的情愫如同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在谢孔中的眼中 蔡幸娟虽然是一个成熟女子的外形 内心却跟一个小孩子一样 天真单纯 据谢孔中回忆两人交往的细节 某一次 她陪同蔡幸娟去一家酒店 找一个马来西亚音乐制作人坛合作 当时是半夜时分 她将其送到楼下 目送她上楼之后 就在车里等她 越等越觉得不对劲 她突然意识到 如果这个时候有狗仔跟拍蔡幸娟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她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那个时候 谢孔中才发现 这个女人实在太单纯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谢孔中发誓 一定要娶她为妻 保护她一生一世 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2003年 谢孔中迎娶了蔡幸娟 两人婚后生下一女 最初的那几年 围城里的生活还算相处和谐 但是 再美好的婚姻也经不起俗世的消磨 对于谢孔中帮忙工作 并且把事业重心集中在了更具发展潜力的内地 夫妻二人聚少离多 蔡幸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一边带孩子 一边搞事业 对于蔡幸娟来说 这段丧偶式的婚姻未如嚼辣 再也没有意义了 于是 还没有到七年之养 这段婚姻就在第五个年头戛然而止 两个人离婚之后 因为对前妻以及孩子付出太少 一直耿耿于怀的泄孔中 对于她而言 前妻绝对不是她一金上 曾经的一粒犯年子 而是她旧情难忘的白月光 然而 寡妇门前事非多 单身女子绯闻多 月光能令前夫念念不忘 也能令他人心生遐想 离婚后 蔡幸娟便独自抚养女儿 但前夫还是能正常探望孩子 要带孩子同住也没有问题 两人共同陪着女儿长大 她有感而发地说 由谁照顾并不重要 让女儿健康快乐地成长 才是我的重点 到了前几年 她又因购买豪宅登上新闻版面 据报道 位在台北市敦南成品旁边的 元大博越豪宅 开价每瓶250万 一户总价更高达3.38亿 而蔡幸娟就买下了其中一户 地产发言人表示 有许多名人都选择入住这里 像是连战夫人连芳雨 华欣科技董作娇右衡 还有全球移动董事长何威玲等 相对于豪宅 人们更关心蔡幸娟的感情生活 据悉 两人离婚之后不久 台媒就爆料出 蔡幸娟与有妇之夫的 王文瑶酒店密会的新闻 一时激起千层浪 王文瑶并非泛泛之辈 她可是台宿集团董事长 王永在的二房长子 老爷子听闻此事辱墨门楣 怒气功心之下 将其禁足在家中 打入了冷宫 与王永在的反应不同 谢孔中根据自己的判断 她相信前妻的为人 绝不是那种当小三的女人 拍案而起的她 怒则台媒乱扣帽子 王文瑶同时也对台媒小之以理 我会追究你们侵犯 我们名誉的法律责任 但去台媒爆料 他们拍到蔡幸娟与王文瑶 在情人节前夕 连续十天之内见了三次面 每一次都是长达几个小时左右 期间 蔡幸娟还穿着拖鞋出入房门 神色紧张 小心谨慎 不过蔡幸娟则回答 我又没做坏事 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孤男寡女 身边还有工作人员 大家都在谈工作 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的谢孔中 转身就对台媒开火 不要看图说话好吗 因为离婚之后 她的心情一直不好 经常找朋友谈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女儿还小 妈妈搞出这么大的新闻 孩子以后怎么办 户妻户子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若非就情难了 又怎么会这么在意呢 据悉 谢孔中跟蔡幸娟虽然扯了离婚证 但是两人依旧以朋友的身份来往 这样藕断丝连的感情 或许更适合她们吧 也许换一种方式 感情才能天长地久 守护的方式 不是只有身陷围城才能做到 若是真爱 又何惧市井流言的考验 如今 蔡幸娟虽然鲜少出现在电视机前 但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来 她非常享受目前的生活方式 也祝福她未来一切都顺心